遭住户控诉不仅全家轮流霸占主委之位长达八年 更欠款百万的管理费以及六千万的回馈金 多年来还涉嫌巧利明目收取高昂的清洁费 导致公共设施是脏乱不堪 住户群起成情要求建立健全的管委会 北市大安区位在金华地段上的阿波罗大厦竟然垃圾满地 原因是因为管理会发生纠纷 百位住户联合控诉前主委全家轮流当主委 甚至激欠百万管理费 炸烈狂吵大楼攻击金 遭前主委提领四十万元 甚至连硬件都被变更 住户要总干事讲清楚说明白 没想到他却一问三不知 你一楼的店面跟地下一楼的店 地下一楼通通都没有找关系 开始到现在都没有 因为我们完全独立 前主委先生活气很大于住户大小声 还拿手机搜证 双方各说各话 住户更指控前主委还涉嫌将 六千万元的回馈金全收进口袋 导致大小无法正常运作 那是由我们这边的住户 大家小额捐款来支付这个相关的费用 就把社区维持最低度的运行 下次所有的产权去分割 那零点几瓶 零点几瓶 零点几瓶 他为了就是要瓜分我们的票数 孙姓前主委不只刀控用人头当分权人 甚至还涉嫌霸占公用停车厂出租 清洁费漫天喊价 他的一楼的商场全部都丢到我们这边 商家有付管理费 但是付给他 知名餐厅顶台风退租时 更遭墙扣上百万元保证金 为此告上法院 近日判决出炉 判孙姓前主委需归还保证金 联系上前主委的孙女 他则表示前主委出国拒绝回应 住户无奈找上议员陈勤召开协调会 要求监管处公寓大厦管理科介入 经由震荡程序要重组管委会 只有黄天耀李彩珊参谋报道